为了提供更丰富的休闲环境 新北市泰山区丰树里长 在丰树河滨公园的闲置空地 利用稻草布置成复古的农村景色 让民众前来欣赏 涮香藤开花的美丽景致 顺便拍照打卡 泰山丰树河滨公园内的涮香藤 每到开花时节 一串串花碎垂挂在枝头 又如橙牌紫色瀑布般垂下相当美丽 今年来已经成为热门的赏花景点 当地里长为提供更丰富的打卡拍照环境 特别将一旁的闲置空地 利用稻草布置成复古的农村景色 因为我们这里也变成了 涮香的观光景点 所以利用这块地 我们的特色用稻草来布置 人家来打卡的地方 跟别人不一样 这是我们的特色 我们稻草人跟股仓 这是用稻草来穿越做起来的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丰树河滨公园这边 那每一年在双香藤开花的季节 这边都是许多的一些游客 来这里打卡的一个景点 那今年我们里长也非常用心 那为了要丰富 整个能够打卡拍照的一个地点 所以我们特别要做一些地景装置的一个布置 林大比里长表示 丰树里早期以务农为主 布置成复古的农村景致不仅符合当地的时空生活背景 也希望能借此教育下一代莫要望本 因为我们是丰树里以前是农村嘛 农村都是种稻子嘛 对啊我们回想以前的时候的时候 我们就在来以前的古仓 倒查来以前的工具 来给下一代的教育 那原先整个丰树地区都是一些农业区 那所以我们也很复古的就针对整个一些农村的一些造型 我们来做一个地景艺术的一个布置 那后续整个十月底的时候 大概花季都开的时候 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能够来这边一起来赏花 一起来打卡一起来拍美照 林清风区长表示 感谢里长的用心提供民众一个良好的打卡拍照环境 预计十月底是蒜香腾开花的日子 欢迎市民朋友前来赏花 但现今仍处疫情时期 也请大家赏花时必须注意相关的防疫规范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导